本来之前常说两个要见面啊 拜普会就吹了嘛是不是 然后法国总统马克宏呢 就是谴责普丁 说你破坏自己的承诺 呼吁欧盟对俄罗斯 违反国际协议的举动呢 采取等比例的针对性的制裁 不过说到这个马克宏最衰了 他的脸最腫了 他不是吗 一直在斡旋 结果一直被打脸 其实我觉得 之所以会在会面之前 两个大头普拜会 要见面之前搞这个动作 我觉得普丁是有盘算的 本来是以战逼合 就像赖教授讲的 他们的经济制裁已经这么久了 经济才这么久之后 现在要上谈判桌 美国的姿态很高 还在讲说 哎呀我们要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加入北约不行 哎呀谈什么经济什么 解除我们之前的县市不行 是在这么高的情况下 我跟你谈什么 所以他干脆再进一步的站 但我跟你一样 我今天早上你刚才问了一句话 到底怎么样定义才叫入侵 我今天早上一直在问 因为凌晨就发生了 那到了早上 我觉得是8点的节目结束 出来就问九点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没有没有没有 那十点 布林肯就是美国国务卿的 回应很有意思 他就说 要求他相关所有的 包括住外人员 包括可能本来撤到 这个西岸这边的 相关的所有外交人员 全部撤出境内 乌克兰境内 到旁边的荷兰去 以撤安全 因为这个俄罗斯 有可能会入侵乌克兰 然后我就啊 我就黑人问号 我就一直不懂 美国的剧本 最早是由他们来告诉全世界说 马上俄罗斯就要打乌克兰 哪一天哪一月打得很凶 要攻击的 那他随时都要入侵了 结果人家俄罗斯正式已经宣布了 我就是告诉你 我的军队已经进到了东乌 乌东 我到这个地区 我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的境内了 那这样还不叫入侵吗 他还说可能会入侵 这个乌克兰如何如何 所以他会定义在哪里 然后乌克兰现在双方当然还没有到交火 但是其实可能一些零星他们自己 乌克兰东部的这个所谓各种民兵 已经就私下的交火就持续在进行当中 有没有可能一不小心插枪走火 大家当然是很关注 只是美国的态度我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之前是你一直剧本说人家要打 要打打打打打打 就这样人家真的打过来就说 哦他可能会打 哦他其实还没有打 他也不算真的打 之前炒作的不是你吗 炒作有战争分学就是你啊 这时候说没有了可能不会打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陆续所看到发布 大概都是一些经济制裁 我可能会给你一些经济的这个限制跟要求 就像拉就要说这样 他本来普丁就没有很在乎这些 他比你像谈判桌的理由 就是要嘛你就领土分一部分给我 要嘛就是你把我的经济制裁怎么样的放松 否则全世界也要看我脸色 我有核武 而且我有天然气 这两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看他脸色 可是呢看到他美国的态度 或是欧洲国家当然是脸很肿之外 我觉得美国态度还是真的是最好笑的地方 他们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有作为 他如果一开始他就想要遏止俄罗斯做这些 军事入侵的行动的时候 他根本不应该撤军队 他可以告诉大家说我军在这里镇守你打 我就回击你 我就会保护帮忙我的友邦好朋友 结果不是他把好朋友先丢了说 我行来照 侨民撤退 而且侨民撤退的时候还说我没有办法 有任何的军方的任何资源去协助你撤退 赶紧自己走想办法走 这个剧本写了这么久 等到真的人家入侵来的时候 他就说还没 所以这会让我想到台湾嘛 那台湾如果到时候真的 现在喊狼来了 他会跟你说不算还不算 对 就是一天到晚喊着 中共随时要无力欺负台湾了 台湾有种危险兵凶战危 真的要打过来的时候 真的有发生这种一触即发的可能性的时候 你会变成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嘴脸 因为其实台海的可能性的危机 其实为什么我们那么会关心 虽然我们的外交部一直告诉大家 不可以拿来相提并论 可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如果真的触发了这个战争 真的开火的时候 不只那里危险不只全球的经济要大崩塌 天然气石油要紧张 还有台湾台海之间的危机 不是也要很紧张吗 所以台海之间的危机 大家也在看美国处理的态度 但是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次 美国那种处理的方式是让全世界都在看笑话 你既然扣回了台湾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民调数字 这个是其中一题的命题是 恶务一旦开战 中共是否会趁机武力犯台 之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结果将近六成三的台湾人觉得不会 不会好不好 还蛮高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 欧美各民主国家 有没有针对俄乌开战 应该要出面力挺乌克兰呢 也是过六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要出兵 所以我先请教大签委员 怎么解读台湾人的这份民调 他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帮忙是不是 所以台湾出事了你美国也要帮台湾 这份民调我相信台湾民众也好 或者是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人民也好 大家的看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美国跟欧盟包含像这个北约组织 过去长久以来一直宣称 他们是乌克兰很重要的盟友 他们也愿意力挺乌克兰 甚至他们有意愿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么当然就是说人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理所当然的 这些所谓的盟友 这些所谓的大哥们 在关键时刻总要拿出一点道义来 但是很显然的美国也好 欧洲国家也好 在这一次的这个 澳军进入了乌冬地区的作为 还仍然只是站在路边 这个喝茶磕瓜子的路人甲 就继续看好戏 那么如果你看这一次这个俄罗斯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我们回溯到过去俄罗斯几次的领土扩张 他的模式其实都是固定的 俄罗斯的所谓的入侵 他都不是自己主动派兵进入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土 然后进行攻占跟掠夺 然后进行占领 通常都不是这样的 那俄罗斯之所以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是因为不管是现在的乌克兰 或者是2014年的乌克兰 包含到2008年的乔治亚 其实因为俄罗斯过去苏联的这个 所涵盖的国家相当的多 所以其实除了俄罗斯以外 他周边原来的这个苏联体制下的这些国家 有很大一部分的民众可能是俄罗斯的民族 他可能是讲俄语 他可能是信奉东正教 所以他跟俄罗斯其实是有很密切的 一种民族血缘或者是历史跟宗教的关系 所以俄罗斯的模式是什么 他要入侵的地方的时候 他不会这么粗暴的用入侵这件事情 因为刚才这个主任提到说 有没有违反国际法 这就是有没有违反国际法的关键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是主动的出兵去占领攻占 然后然后这个打击其他的国家 还是你用了其他迂回的方式操作 俄罗斯其实在过去三次的这个扩张 他都用同样的模式 第一他先在这个地区扶植亲俄的独立分子 开始宣布独立 所以在乔治亚 刚才赖教授提到的这个南奥塞提亚这个地区 他其实在1990年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独立分子就已经宣布他们独立了 只是国际间不承认 乔治亚也不承认就摆在那里 从1990年就宣布独立了 俄罗斯是什么时候派兵进入的 俄罗斯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那天动手的 隔了18年俄罗斯才进入了这个南奥塞提亚 而且他又是一个什么维和的理由 他还是一个维和的理由 是因为南奥塞提亚里头有南奥塞提亚的部队 有乔治亚的部队 有俄罗斯的部队 然后南奥塞提亚跟乔治亚打起来了 然后俄罗斯说那我来维和 你看他这样的操作模式 其实跟这一次是非常雷同的 乌冬的两个共和国 什么时候宣布独立的 2014年就宣布独立了 他不是今天才宣布独立的 他2014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 这八年就一直在一个浑囤不明 不被承认的一个角色跟这个地位 那过了八年俄罗斯玩一样的把戏 就是这乌东地区的两个共和国 跟乌克兰打起来了 所以俄罗斯又是来维和的 他是以维和的角色 宣布承认了这两个共和国 然后他进入了这两个共和国 那我们看到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也是一样的问题 当时是因为乌克兰这个政变 所以克里米亚半岛亲俄人士宣布独立 然后俄罗斯就趁势这个推动 然后让克里米亚半岛再以公投的方式 选择重新回到俄罗斯的这个领土范围内 所以我们从你看 从当时的南奥赛提亚到克里米亚 到这次的乌东共和国 两个共和国 其实俄罗斯的操作手法都是一样 而这样的操作手法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对俄罗斯他至少在国际法上 他有一定的灰色地带可以来做解释 他不是主动的入侵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顺势 其实大家想想 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在意这些盟邦 从2008年的乔治亚到2014年的乌克兰 到现在的乌克兰 美国总要动个手了吧 已经三次了 三次你都做事 俄罗斯不断的在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扩张他的版图跟影响力 这次一役如此 所以当然外界就会认为 美国就是纸老虎 在面对俄罗斯扩张领土的过程当中 美国一次又一次 只是用所谓的经济制裁 只是用一些言语上的批判 但是从来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 所以国际观察家在今天 其实发表了很多评论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 在今天所看到的最大的赢家是谁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 美国跟俄罗斯 现在是全世界排名第一跟第二的石油输出国 所以当这个局势浑囤不明 当这个乌克兰的情况 因为这个俄罗斯入侵了乌东 当然会导致俄罗斯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美国下一步要采取的动作 他就是顺着经济制裁的这个逻辑 要要求欧洲地区不可以再进口 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了 也就是北溪二号不要再使用了 那么如果今天这一招美国达成了 那么美国的业员油气业者当然可以大赚股票 他就赚翻了嘛 他大赚一笔不得了了 那但是你说欧洲会不会买单 这也未必 因为对俄罗斯对德国对其他的国家来说 毕竟从北溪二号来成本比较低啊 所以他们当然他们也必须要找一套说辞出来了 那俄罗斯当然是赢家 他吃到了这个两个乌冬的共和国 同时因为这场战争 刚才这个赖教授有提到 现在原油价格已经将近100块了 战争一爆发原油价格只会再往上涨 所以美国跟俄罗斯大发战争这个能源财 他这两个国家是最大的赢家 那输家是谁 最输的当然是乌克兰啊 莫名其妙丢了两块土地 然后从2014年就丢了克里米亚 现在再丢了乌冬两个共和国 所以第二输的是谁是欧洲 这个北约现在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了 他到底是该帮还是该不帮 就明明这个篓子是你们捅出来的 你们当时要把这个乌克兰纳入北约的范围 你们当时不要纳入不就没这件事了吗 你们当时又要纳入 然后俄国这个陈兵部阵 军队摆了这么久一段时间 你们也没有任何的松动 你们也很坚定的说绝对不接受任何的威胁 不用做任何的妥协 好了现在真的打了 那到底你们该怎么办 北约要不要出兵 欧洲各国要不要采取实质的行动 然后包含欧洲各国要不要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停止让北溪二号进行运作 然后转向跟美国来采购 这个页岩油气业者的天然气 现在这是欧洲面临了一个进退两难 进退维谷的局面 那如果说这个美俄角力 美俄双赢的话 我很想知道中国的态度 北京的态度 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到底谴不谴责俄罗斯 北京来讲是不是左右为难 北京它基本上来讲 对这件事情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首先它跟俄国的关系 因为北京没撤侨 然后乌克兰驻乌克兰大使馆 也是正常运作的 对 北京他们有提醒他们的公民 在乌克兰要特别注意这个局势 所以等于是说北京目前的判断 这个战火不会弥漫到整个乌克兰情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要看欧美的国家 对于乌克兰政府 他们本身的支持的态度 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的政府 对于东部地区目前所面临的情况 没有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 也就是说没有说你们 因为他们很早就宣布独立了嘛 他们不是今天才宣布独立 他们很早就宣布他们是成立这个共和国 现在的关键是在于俄国承认了 前提自由在这里 那如果说俄国承认了 但是乌克兰政府没有在做其他的动作 这样的情形下 基本上这个战火不会发展下去 不会蔓延 对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 这个地区已经发生了交战 那发生了交战 如果说拜登 他们要求乌克兰政府要自我约束 不能够再做任何挑衅的动作 那这个局势就控制在这里 但是俄国他就以这个维和的民意 就直接进入了乌东地区了 那这个部分你欧洲北约 也只能弃得不得了 那也只能承认 这样的情况 乌克兰的整体局势影响并不大 影响不大的话 就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西部地区的这个波种 因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西部地区的波种 为什么 因为冬天快结束了嘛 立春了嘛 那么春天快要来了 那乌东地区是欧洲的全球的大股仓 它本身对于中国大陆 它的出口中有30%是卖到大陆去 所以如果它的波种春根有问题的话 对大陆当然在粮食方面会产生影响 那所以大陆本身也很注意到 最坏的状况如果发生这个情况的话 大陆怎么做 所以大陆他们已经开始展开 确保他们的波种还有生产是要仅能有序 那如果一旦局势紧张 全世界缺粮缺得很严重的时候 大陆还要能够自给自主 或者是要从俄罗斯或是其他地方来进口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 如果乌克兰的局势一旦整个乱掉 那耕种绝对会有问题的情形下 整个全世界会缺粮 那粮食的价钱会往上涨 石油的价钱会往上涨 天然气的价钱往上涨 你想想看 以台湾来讲这三缺 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台湾要思考 那再谈到你刚刚问的北京的问题 我觉得北京他不会承认 也就是说俄国承认这两个共和国 北京不会在这个时间 也承认这两个共和国 不可能 也就是说对于北京来讲 他还是认为 这个乌克兰的主权的完整 是应该要坚持的 那他会谴责俄罗斯吗 我觉得也不会谴责 因为那是你俄国去承认他 但是这个跟大陆没有直接关系 那大陆他本身不会去干 但是大陆的主张是不干涉内政 就是我不去干涉你的国家内政 他也反对别的国家去干涉别人的内政 所以如果俄国 不是如果 现在是俄国已经承认 这个两个共和国 大陆也没有理由要去谴责俄罗斯 那他也没有理由 要跟俄罗斯去承认这两个共和国 不可能 所以我的估计是 他也不会承认这两个共和国 所以他还是主张 这个乌克兰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性 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不会有变化 可是前国安惠民司长舒奇 他就说乌克兰很大 比法国还大 是可以经得起分裂的 他说台湾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裂 乌克兰可以作为台湾的借禁 要好好的处理跟大国的关系 钱秋 台湾其实在这个当中要对比的话 是真的完全没得比 因为以乌克兰 他如果说真的宣称东部 乌东是他的既有的领土 我只是到我原本的地方去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和平宣言 其实如果台湾就真的很熟悉 我们说听到常常的台词跟用词 不可分割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可是没有办法分割 你只要收台湾南部或台湾北部 我们就这么一个岛 那如果一旦攻击过来 从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飞机都已经飞到你的领土 相关东营 其他地方上空的时候 我们的相关的侦测 跟国防单位 都还没有发现的情况之下 那么虽然买了很多 美国这里提供的武器 那但是有办法可以相提并论 而可以自己先守下来吗 光是欧洲国家或其他国际社会 能有多少人相挺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跟这个乌克兰是真的完全 不能够相比 如果真的要打台湾的话 我们有这么多的军事 冰兵推的演练里面 绝对没有像乌克兰那么慢 还有需要慢慢时间军队的推迟 然后内部还有民兵互相的作战 那台湾只要几个 主要空袭跟海线的封锁 其实战事很快就会结束 浅秋可是 我补充一点 我想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因为乌东这个地区 对于我们现在所牵涉到的 是一个叫做顿巴斯地区 对 那这个顿巴斯地区 它是乌东跟俄罗斯西部重叠区 所以它在古历史上 它是整个区域就叫顿巴斯地区 那这个顿巴斯地区里面 现在有一部分是属于乌克兰 那另外一部分是属于俄罗斯 所以它里面的文化还有语言 他们本身是融资在一起的 还有宗教信仰都融资在一起 那乌克兰这个部分的顿巴斯地区里面 以俄罗斯作为母语的 有40% 那乌克兰语的大概50%多 那其他还有少数民族在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地区是俄国跟乌克兰的 重要的一个桥梁 所以它在历史上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媒介一个桥梁 那而且它又是一个战略的 重要的地带 也就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跟俄国在这个地方交战 投下的兵力就超过100万 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兵家避震之地 因此对俄国人来说的话 这个地区被俄国人收回来 因为它在文化历史过去的传统上 确实是跟俄国是籍带关系的 是密切的 所以俄国承认它也可以理解 因为它本身是属于鳄鱼族群的 其实连泽伦斯基他本身的母语都是俄语 他的母语 那他本身重大的错误是在哪里呢 他在去俄罗斯化 也就是说他成为一个总统了以后呢 他一直要把俄罗斯语从俄罗斯赶走 要推奔土语言 就是乌克兰语 然后在国内里面去推动 这个仇俄反俄的这个文化跟 学校教育 你很像这个我也要讲 因为俄罗斯就说 因为乌克兰在种族灭绝 他们也才引起这个理由 要来保护当地的民众 就是他不让乌克兰人讲俄语 可是乌克兰人当时是两个语文 是混在一起的 因为乌克兰语跟俄语是很接近的 他们是混在一起使用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人他是母语是俄罗斯语 但是他却在推去俄罗斯语 而且只能讲乌克兰语 教育里面开始在改 那然后再推仇俄反俄 讲到这个我怎么觉得跟民进党 就是我刚才讲 跟民进党太像 很有技术感 这个对俄国人来讲的话 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已经到无法容忍的一个地步 因为如果这个克兰 就是这样一直走下去的话 乌克兰就真的跟俄罗斯 就完全脱离关系 可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们的共同的文化亟代 是基辅 斯拉夫民族的起来 就是基辅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普丁会说 斯拉夫 乌克兰跟俄罗斯是不能分家的 因为他们是共同的一个母亲基带 从这个地方 斯拉夫人是从基辅文化里面 发展起来的 那怎么你今天要去 去这个俄罗斯化 去斯拉夫化 他没办法接受的 这个你要把我的文化血缘 斩断 俄罗斯人怎么可能忍耐 所以这个战争 其实是泽伦斯基挑起来的 那现在的情况是据说了 传闻 我还没有得到证实 传闻说拜登要泽伦斯基离开乌克兰 那等于是政治责任要 泽伦斯基来背了 离开乌克兰不是叫他先撤离 这个离开基辅啊 你离开基辅 你离开基辅 那不是还有哪个地方可以跑 之前去德国那一次就一直就说 你去啊你去啊 就不要回来 那不是哪一天叫蔡英文离开台北 是 流亡 像阿富汗一样 好了 随便讲的随便讲的 这个观众朋友听听就好 不过前就这个书记 也说习近平跟普丁是不一样 到目前为止 习近平非常坚定 而且一步一步来 不像普丁 他会迅雷不及眼耳 所以他推测在今年 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机会 其实不高 因为呢今年中共有20大 但是明年就很难说了 所以呢下个星期嘛 这个美国这个抗中的头号大将 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 他要来到台湾访问了 所以他推敲说 蓬佩奥和蔡英文呢 都算准了在这个时间点来 可以避开风暴耶 就来了也不会有事 其实我觉得普丁比较起来 他的策略其实是很灵活的哦 他是一个很能逼谈判 而且一边跟你谈 一边演练合武 一边跟你说好 我们可以准备上谈判桌 但是在拜登 怎样得意的宣布说 如果要我可以有前提 12345 包括你要宣布 绝对不入侵乌克兰等等的时候 然后结果一边就已经入侵了 所以基本上 他是狂人级的一个策略在运用 我倒觉得他的一战逼合 说不定可以换到更多筹码 到时候美国被逼着跟他谈的时候 换到的东西更多 但习近平呢 这相对稳定跟稳健很多 当然他的人口啊地区啊都那么大 他要负担 尤其是他更重要的是 中国负起来的这个责任 经济的成果是现在中国最重要的果实 那跟美中大战里面最大的资源 也是经济的成果 其实一个战争对于中国来讲 他的负担跟冲击 是超乎中国所应该或 应该要必须负担的 否则光以经济实力 很快没多久 他马上就要打败美国了呀 他要成为全球第一的经济强国 如果反而因为一个战事而影响了国内经济发展的时候 得不偿失啊 那么但是如果说 像普林这种狂人政治型的 他可以有比较多的好像筹码跟策略可以来运用 那么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做 除非在历史定位啦 历史定位的必要 在你说在相关的这个大会召开之前 或者是的确国际的变化 比方真的是二中对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的时候 不无可能 当然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是局局专家 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卫星照下去到底有多少在动 但无论如何 如果就谈判跟所谓的策略的时机焦点来分析的话 这反而是习近平要谋定而后动的 有机会可能的原因 加上他们国内 赖老师也常常在讲 其实实在是国内这个集统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强大 然后双方在互相被创造出来的仇恨指数又这么高 如果习近平真的想要在他任内创造一个历史定位 那么是不是台湾怎么拿回来 是和平谈判或是两岸更好的交流 当然对两边来讲都是最大的利多最好的一条路 而如果真的不信不信是被逼着要用武力来解决的时候 台湾哪有什么筹码 不管是在服务员人力 或者是说目前的军事国防的整备资源里头 或者是我们的国际友邦的友人来讲 比方蓬佩奥来我只会觉得两个目的 一个是他自己要选举 他过去跟川普两个人不是在翻脸吗 就为了选举嘛 他要选举了 可是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舞台 没有任何的资源 更何况没钱啊 可能就是要赚点钱吧 或者是之前帮小英要来收点回收一下 我不知道 那我们这次要付多少钱 就是一个问号 而且是只有民间这个基金会的机构付呢 还是我们的政府外交部或相关的有总统口袋里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掏出多少我们纳税钱也给了蓬佩奥 但是呢其实他来真的只有第一个目的就是又把台湾 像当时大选的时候变成一个工具一样 我们的小老弟又要帮老大哥做炒作了 只是这一次不是对于美国的整体的利益 而是对他个人候选人参选人可能的参选人的一个利益来讲 他要透过台湾来再把他抗中的这个旗帜弄得更鲜明 挥舞挥舞不要到时候变成血染的旗帜 因为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商人的利益 他的利益对他来讲是接下来能不能有机会 争取到国内的提名 因为听起来看起来在国内不管共和两党 其实对他的支持度或是讨厌度 就像我们台湾某些政治人物 不要讲到不当的政治人物 等一下又被挨骂 就是你不想跟我一样不一样 就是他的支持度其实是很低的 这没有什么机会的 也许要趁着来台湾这一趟收点保护费 或之前帮忙台湾的利息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保住 也许也帮蔡英文 这一趟最重要的重要就是说 再帮台湾抗中保台这一仗 哇号称是当初对于我们台湾来 最友善最友台的一个官员国务卿 那再把台湾的这个推到极致 把台湾对于 再加温 让抗中的这个力道更强 然后如果出事的话 当然他们跑了 关他们什么事 而且其实在这个兵兵站围的时候 蓬佩欧来 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应该现在有没有能力在掌握 目前美国的亲资系统 国安亲资系统 如果在俄乌的战事 这种全球的紧张情况之下 一般官员一定不会轻易出动 但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身份在身上 没有任何的官职 他来这里的时候到时候又可以 我看到每个我看到你们标题很好笑肥猪旁 那不是我们讲的是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 中国大陆很讨厌他 减重45公斤很厉害 现在已经不是肥猪旁了 但是中国的确是给他非常重的一些谴责跟批判 所以他到台湾来 好像只是帮蔡英文再加把劲宣传 那宣传的一方面也宣传 蓬佩欧到时候自己要参选的好处跟利多 那对台湾人民呢 跟乌克兰人民一样啊 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除了要从口袋里拿出纳税钱 让人来这边巡视很威武的样子 但是同时也可能更让两岸的关系更为紧张 会更为激化 那其实这样的候选人到时候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 一般来讲要压宝 到底有多少的利多也是 其实外交工作操作力要很谨慎很敏感的 那如果现在压这个宝 就像介大使讲的 压这个宝又像说川普的时候 你压川普川普啊酸输啊 赶快再拍拍屁股 这又要换另外一边再来拿香瓣又何苦 其实一般国家比较不会对单一的候选人过度的押注 其实这也是外交测灵活的地方 现在不能只是为了要抗中保台 什么都没有顾不上了 就只好用这种信命在拔 抗中是王道啦 可是我们要按照 就照理说就是说 现任的官员访台 感觉应该也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大前委员 为什么庞培欧 他感觉就是争议性特别特别的大 特别的敏感 所以 刚刚浅秋点出了 他觉得来台湾的两个目的 那你觉得他来台湾干嘛 刚才千万不是问到说 庞培欧来台湾的钱是谁付的吧 远景基金会他本身就跟中华民国政府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甚至外界也说过 他跟国安局的关系很密切 这一点我想赖老师非常清楚 我们听到远景基金会 几乎就等于是某一个组织 在背后支撑的嘛 所以这笔钱是远景基金会出的 当然是我们出的 还有谁出的 所有的钱都是我们出的 不是只有一半 是全部的钱都是我们出的 因为那个基金会根本 那个基金会本身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白手套而已 那为什么要把蓬佩欧邀请过来 我认为当然某种程度来说 蔡英文已经展开了2022年的布局 大家想一想2022年 今年年底的这个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也只有一套剧本 这个无敌必胜方程式 就是抗中保台 这地方选举 所以抗中保台 大家看一下民进党操作这种选举 他不是这么这个这个声色 不是这么这个这个 这么这个 这么新鲜人的态度 地方选举也要抗中 很老练的态度在做布局的 所以他的布局 不会在那个什么投票前一个月 在操作抗中保台 那个没有用 那无法形成那种氛围 跟同仇籍蹄概的这个气氛 所以当时在2020年的这个 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们借着习近平的一番谈话 从那个时候发动抗中保台 然后这个小英变成辣台妹 然后开始全面的营造这样的氛围 跟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境 这一次一复如此啊 就马上就要投票了 11月底就要投票了 现在距离11月只有9个月了 这也该上演了 他们的戏码了吧 所以这个彭培奥来这边 不管是对彭培奥自己本身 有没有任何的好处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对民进党绝对有好处 民进党认为说彭培奥的这个出现 必然会严重激怒北京政府 然后北京政府必然会说出 很多不得体的话 那这些不得体的话 当然就帮了民进党 所谓抗中保台的氛围在做加温 那彭培奥这个人呢 他既然拿了我们的钱 到了我们这里来 那么当然也会配合民进党的剧本演出 所以他在台湾也会做一些 激怒中国大陆的发言 所以这样的操作模式 对民进党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选举造势活动 所以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说民进党会做这样的安排 但是回过头来看 民进党之所以敢做这样的安排 他是吃定了一件事 他吃定北京不敢动武 你不断的在老虎的面前逗弄他 你就是笃定他不敢咬你 所以你才敢干这件事 他如果一口就把你的头咬掉 你还敢干吗 你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目前为止的判断 但是这样的判断 有没有可能误判 当然有可能误判 历史上所有的战争 都是因为误判所造成的 如果所有的战争都是很理性的 来做讨论跟分析的话 几乎战争都不太可能发生 所以民进党等于是要玩火 他为了他今年年底的选举 他一定要玩火 他如果不玩火 今年年底就没有这个剧本了 没有这个情境了 没有这个氛围了 那么他怎么可能会赢得这场选举呢 那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台湾人民也要想清楚一点 就蓬佩奥现在是这个 虽然他跟川普闹翻了 但是他还是共和党的人 对 美国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 那么现在你把蓬佩奥找来 对台湾真的有这么大的好处吗 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 现在还是水火不容 在美国国内两党之战 现在已经是打到天昏地暗了 整个美国都分裂掉了 所以你今天把一个这个 共和党的大将找过来台湾 你不是彻底得罪民主党吗 这对台湾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 那第二 如果两岸之间真的发生了任何的冲突 美国会不会插手 你就看一下今天拜登做了什么事 拜登今天做的事 第一他宣布要经济制裁 他的如意算盘早就打好了 他等了很久了 恨不得赶快经济制裁 然后第二 他不过是致电给哲伦司机 表示支持 他只是致电 对 当然你发你的email好一点 但是他至少 他读你的简讯好了 其实起码还有诚意点 加油然后呢 没了 然后没了 就既没有派兵 什么都没有就是加油 就表示支持 这就是拜登今天干的事情 所以难怪前两天 哲伦司机很火大 哲伦司机不是邀请拜登说 你干脆到基辅来访问一下嘛 美国现在敢不敢呢 就你不派兵 你的总统敢不敢 你现在到基辅去访问一下 真正的给 哲伦司机加油一下 我认为美国客人就不敢 所以基本上 从美国在对乌克兰这件事情 的操作模式 台湾人民就要 有深刻的反省 就要 我们必须要觉醒 哲伦司机的大梦醒过来了 可是民进党的大梦 但是蓬佩奥要来 那蓬佩奥呢 他的一些争议事件 包括了他说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不仅进行一般实验研究 还从事军事活动 武汉病毒武汉肺炎 他说的 还有呢他其实是历任 美国国务卿当中 最挺台湾 也对中国最强硬的国务卿 还有对中国实施最严厉的贸易制裁 在人权议题上大力批判中国 一再公开力挺台湾 表态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他真的是抗中的极先锋 但是刚刚其实大千尾也有提醒到 对啊 现在在美国民主党 共和党的斗争 斗这么凶 我们要卷入他们的斗争中吗 而且现在谁当家 是拜登 民主党的拜登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蔡政府 蔡英文应该要拿捏一下 一拿捏不好 不是得罪拜登了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 庞贝奥他有挺台湾吗 他没有 他实在 没有吗 话都讲这样 他就讲话而已 就是他就一张嘴 像低一些措施官员交流的 什么限制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他是最打台湾牌 而且把台湾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利用 但是你看 当台湾说我要加入WHO 或是WHA 观察员的身份 他并没有支持 对 他任内的时候他没有支持 他任内那么多年 他也没有让台湾 那么进入WHO 所以口慧而使不至 口慧而使不至 就是虚的 是然后那个 美国的国会通过一堆法案 对 龐贝奥都说支持 对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他做到 你说一些美国的一些官员 参议员众议员 或者是一些卫生部长 他们来到台湾访问 那这个东西对台湾的实质帮助有多大 其实没有 可是每一次的访问 解放军 他就我们的台海的这个中线的默契 就不再来 就不再存在了 但是都不再存在了 你看美国有做什么事吗 也没有耶 美国的军舰就是每个月的月底 就穿过台湾海峡走这一趟 那有什么用呢 那第二个呢 解放军现在在台湾的东南空域 跟西南空域 已经变成常态性的飞行 那航母一段时间就在台湾的东部海域 举行演练 然后解放军现在已经开始穿越共古 就是琉球群岛跟台湾之间的空域 也不断的在这个地方边对飞行 而且呢 船舰跟俄罗斯绕着日本的全境在绕行 而且呢已经是大规模的军演 都在日本的全境 还有就是战略轰炸机也在日本 还有就是解放军的战舰 也在日本的各个的海峡公海域中 也就是日本的岛屿跟岛屿之间 已经在穿梭了 而且已经接近了日本的所有的这个 军事政治经济的战略中心 都在那个地方做穿梭 美国有做什么事吗 他能做什么事吗 他什么都没做 可是以前解放军的战机 不会到我们的东南空域 不会到西南空域 不会穿越台湾海峡 大家彼此之间相互尊重 有个默契 但是现在呢 现在你美国打台湾牌 所以我才会说 蓬佩奥并不是挺台湾的 他是利用台湾 打台湾牌 把台湾牌打到极致的时候 那我们目前两岸的现状就被改变了 那这个改变是谁造成的 就是蓬佩奥造成的嘛 那蓬佩奥造成的那是谁配合 蔡英文他们配合嘛 那所以两岸的现状就改变了嘛 不然的话以前 解放军怎么会到我们的东部 那个地方举行海上的军演 没有以前 以前不会这样做嘛 以前不会到西南 巴士海峡这个地方 也不会到我们的东沙上面 也不会到东英岛上面 都不会嘛 以前都不会这样做嘛 所以以前两岸之间很和平嘛 很安全嘛 但是现在弄得成这个样子了以后 我问你美国做了什么事 美国到今天为止 他做了什么事 他什么都没有 就一张嘴而已 可是那张嘴有什么用 而且美国的船舰 走一下来走下去 没有多久他的浅舰去 撞一下一个大洞 可是我们政府都买账啊 他出张嘴我们都买账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蓬佩奥不是挺台湾 他是利用台湾 他是打台湾牌打到极致 然后把台湾害得今天这么惨 把台湾害得今天这么惨 民进党今天 那我可以这样说呢 他这一次来台湾 对台湾是 我们是拿不到任何好处 他又继续在利用台湾 因为他在美国 美国的五百大企业 没有人敢聘他 所以台湾是没办法利用他 拿到什么好处的 因为他是被大陆点名的 谁跟他合作 那些企业组织机构 中国大陆就要制裁 那这样的情形下 美国五百大企业 没有任何企业敢资助他 没有任何企业敢给他钱 没有任何企业敢聘他 以前美国的高官下来 都捞的荷包满满的 以前美国高官下来 都搞一个基金会 搞一个什么顾问 搞一个什么 搞一个公关公司 对不对 搞一个公关公司 搞一个大公司 里面当CEO 因为他当初掌握大权的时候 照顾这个企业 照顾那个企业 所以他下来了以后 那些企业都回馈嘛 所以他们都 每个美国的官 当完了以后卸任 哇 每个人的钱 都荷包满满的 你看美国的总统 一卸任以后 荷包满到什么程度去 那简直是 那个不知道 袋子要怎么装 那个美金啊 你看柯林顿 卸任以后赚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旁贝奥现在是最惨嘛 因为没有一个美国的公司 敢资助他 所以他现在说 我要成立一个 做生意的公司 要成立一个基金会 那请问一下 谁赞助他 我敢保证 他来台湾一定是台湾买单 来台湾寻求赞助咯 那要不就是 我们就是要 龐贝奥跟蔡英文当局 尤其是蔡英文当局 我不信任 那龐贝奥他必须要 现在说他个人 他的基金会 跟他所有的有关的东西 绝对跟台湾的财务 无任何关系 他也不会收取 台湾任何一毛钱 有这个钱 被气魄 就这样宣布 我敢保证 他绝对不敢宣布 绝对不敢宣布 而且没有多久以后 假设 他今天拿了台湾的钱 假设 然后他就像以前的 美国有个学者 叫做一个女生 然后也是挺民进党 挺到不得了的 那个女生 然后还自称是学者 而且还是美国的 什么智库的 还是什么的 他本身 就收台湾的钱 那刚开始的是不承认 后来被人家爆出来了 他确实收台湾的钱 那我当时就说 他有收我们外交部的钱 后来那时候民进党 骂我骂的什么 你怎么可以讲说 他有收钱 我说我怎么还不了解 有没有收钱 我在这领域很熟 他们怎么收钱 我怎么会不知道 研究经费 研究经费 我说很清楚的 他的演讲 他来给你一场演讲 一场演讲 你说你标准的 可能是2000美元 或是什么 你可以开到几万 几十万美元 然后你呢 要写一篇研究报告 那研究报告可能就是 助理也操量这个东西 那只要有就好 然后还有就是 他只要公开的 跟到哪边演讲 就一直收钱嘛 以前 克林顿来台湾 有没有这样收钱啊 就是这样收啊 就收嘛 然后大家都一直付嘛 然后开心的不得了嘛 然后收了以后 哇 荷包满满的 然后就回去美国 来收钱的 原来如此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他们都是玩这一招 所以你看美国卸任的 这些高官到台湾来 其实就是来台湾收钱 收完钱以后 很开心的就回家 因为他们就可以 又过几十年 过吃 安稳日吃 安稳日吃 因为荷包满满的嘛 就可以吃大牛排啊 可以吃龙虾啊 是 然后台湾的苦老百姓 可怜的老百姓 纳税钱 就这样子一直付出去啊 我这样讲话都是负责任的 是 所以光是好像当年 柯林顿那一拖来 我们至少超过 100万美金的代价 就是邀请柯林顿 卸任总统来演讲 对 就超过100万美金 那是捞最多的说 对 就是服选有功 小英不知道要 我不知道我们要 对 我不知道我们要吐多少 他可以到台湾来 成立一个公关公司 然后帮民进党打 九合一大选 而且他还可以用白手套 把钱汇出去啦 有那个汇钱的方法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他order来的 好了 那最后一点时间 所以菲律宾我们没给钱是不是 我开玩笑的啦 因为你知道吗 不论我们的疫苗小黄卡 没有 1月28的时候 外交部告诉全台湾人说 有小黄卡到菲律宾自主管理 不用隔离 结果台商就说被害惨了 我听了外交部的话 他说台湾的国际黄卡 我们打了疫苗 打国际疫苗也是不被承认 那外交部怎么说 外交部呢 搞了半天还说是 菲律宾的官员错误解读 他们自己的官方政策 所以到底是谁状况外啊 前秋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那么多次 在我们出境 其他哪些国家 可以许可的这个 名单里头 也一再的出错 那包括高端好了 愿意接收我们的友邦 什么有哪些名单 然后每次公布完 也都一再的自己在被查证的时候 通通一再的更正跟错误 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这已经是在指挥中心来讲 他有资讯的错误 或者是不断的滚动式修正 叫做他的校正回归 是大家已经习惯的事情 倒霉的是谁 当然就是我们一般小老百姓 跟出国的这些侨胞都被搞死了 可是外交部这个状况没有掌握吗 就是他们之前自己告诉台湾人的 说我们去了不用隔离 因为我们打疫苗有那张黄卡 嗯不是一定不是他们高 他刚刚就讲说是 菲律宾自己的官员弄错了他自己的规定 这个才好笑 先告诉台湾的民众说 我们现在去菲律宾 好棒好厉害 在我们台湾只要有这个认可 到了菲律宾去是不需要隔离的 所以我们可以往那一期 好像是他们的一个政绩一样 可是当然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结果等他被查证说 发现根本台上去还是被关起来了 而且还是得隔离 然后跟政府告诉他的完全不一样 那包括他进入境之后 所有的行程通通被打乱 包括所有的规划都有问题 所以才会去投诉跟抱怨 就我们外交部就是不负责任嘛 其实这种东西是白纸黑字的明文的规定 那怎么会他会再去说 跟媒体说没有 我们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官员弄错了 他是2月10号的时候 2月10号菲律宾开放边境66国 他在这里面的免隔离就没有台湾了 可是到了2月18号 外交部领务局还说是菲律国的官员错误解读 所以啊 到底是谁错啊 所以其实我们的外交部 没有办法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民 我们的外交部现在是国防部 然后现在指挥中心是台北市长的竞选总部 所以没有一个正常的管道 然后在为我们台湾的人民或者是出境入境的人民 在健康把关啊 所以这种出责就是又把 而且还是欺负人家菲律宾人 你没在看中天大爆裂 没有在看台湾新闻 没有在看外交部发的新闻稿 就随便他们自己讲 说是官员的错误 对啊 说是人家官员的错误解读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 一向以来我们的不专业的 包括外交包括的指挥中心的政治考量之后 所造成的结果 而且这也是外交上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失策跟错误啊 倒霉是谁我们啊